好 回到第二節 辛亥百年華滄桑 剛才聯帶 西南聯帶我們講完了沒有 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因為西南聯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在當時來說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們又多講一點 好 再記念一下 沒錯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時段不講的話 就不知道哪個時段會再提回這個 我想這樣說一下楊振玲 大家熟悉的 楊振玲 因為我們蘇張上來和他這個翁帆 幾乎是中國最幸福的一個男人 八十二歲 娶過二十八歲的大學生 一時成為佳話 年齡方面也講對情 這個翁帆的年齡乘三就差不多了 八十二歲到二十八歲 翁帆是不是楊振玲的學生 好像是 是不是跟前陸差不多 應該不是學生 不是學生 他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系碩士 2004年在10月24日聖誕之前 跟82歲的著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玲 在廣東散頭註冊 不是學生 但是楊振玲和李正道 他們就雙雙拿到諾貝爾獎 是不同時間的 同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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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半 對 但是他那個人 我不懂得說 那些不知什麼分子 陳博士可能講得到 名字就講一次 就是藥作用中的語稱不守行 但是這個我不解釋了 聽完我也不知道講什麼 語稱不守行理論 其實可以這樣說 他們當時那種學問的根底 離開他們 離他們在西南聯大受到 吳大佑教授的訓練 是絕對不能離開的 絕對不能分割的 當年譬如 楊振玲 他首先在抗戰時期 已經去了芝加哥 後來就到李正道去哥倫比亞 其實有一段小故事 就是我十年前聽 李正道這麼巧來中文大學 有個故事說 他回憶回當年 剛剛還在中國的時候 那天抗戰剛剛完 而他還沒有去到美國 那次他真的有機會去美國 那是為了什麼事呢 原來他接了一個任務 我要強調說 當時他只有19、20歲 你看看今天來說 可能是大學一年班的學生 但是李正道本身資質非常好 他當時已經是在西南聯大 自幼學生 是的 絕對是的 他是天才 他竟然可以一個這麼年輕的學生 受到國民政府所託 派他去跟他的老師和其他專家 一起去美國那裡 去跟那邊 可能跟馬克頓計劃有關的一些 學者 去交流 會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比較秘密的事情 李正道那個人 他說了一個他自己也笑的笑話 因為發生在他身上 他說他去搞移民簽 不是移民 他去搞入境簽證的時候 都說明了任務 可能是一些軍事機密上的交流 然後那個移民官看到李正道的樣子 十九、二十歲 他說你們中國有沒有搞錯 派一個童子軍來 當時李正道說回這個故事 整場都笑 可見到 而且李正道後來的成就 也很肯定當時這個西南聯大 真的孕育了一個很重要的 孕育了以後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也沒有選錯人 也栽培了他以後他有很大的成就 到後來因為在1957年 雙雙拿到諾貝爾獎 但是這個楊振寧 周圍唱 這個李正道 因為圖片上這個李正道 周圍唱 這個語稱不守行理論是他自己的 李正道就是這樣 大家對貢獻有個分歧 最糟糕是到處搶 獎一起拿 錢一起分 到最後你到處搶 李正道是 黏著他的 但李正道一直都沒有反駁 只是最後唯一一次 都反駁了一次 但都沒有再提 你可以知道李正道本身是一個 厚度的學者 楊振寧也很大嘴巴 究竟這件事是真是假 我們外人也沒有辦法去知道 但是 學術上 諾貝爾獎也肯定了兩位 何必還在外面周圍揭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很可惜 就是 其實明明西南聯合大學 加上原先的崩京大學 他有一種精神代表著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佳模 他擔當這個角色 但是在李洋二人之間出現了這個衝突 也會否覺得很可惜呢 這個看回 學術成就已經是肯定的了 但可能兩個人對於學術成就 哪一個是師兄 誰是天無二日 誰是人無二王 強一點 可能有大家不同的看法 所以都因為這樣 兩個人再沒有合作機會 如果兩個合作的話 可能有更大的成就都未定 因為這些名利之爭 令兩個人非常可惜 分道揚標 其實看回這次諾貝爾 諾貝爾醫學獎 三位 三位 其實不是不同國家的 他們都可以互相之間 共享一個成就 其實是值得華人學者去深思 即是有應驗了我們中國人 共患難波與共富貴 太可惜了 這個中國人似乎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宿命 大家去創立一件事的時候 大家秉手抵觸 到那件事有成果 大家享受這個成果的時候 會增工 無論開一間公司也好 一個社團也好 一個政黨也好 一個國家也好 到最後一定是兄弟益場 打死的 所以這個是 我們陶傑所說的 小龍DNA的遺傳 會不會是未來 年青的學者 要鼓勵一下 如何打破這個宿命論 要比起前人走得更穩實更遠 不要再避免同樣的局面出現 中國人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這是我談的 所以面對這麼重要的 回顧一段歷史下 我們也盡量 希望可以學到好的教訓 避免難傷和錯誤 這裏有個網友說 反龍臨公公大遊行 折棒身害革命精神 你又說革命 你不怕被人罵嗎 你知道一說革命 又說我們造反 會不會瘋的 但是在鄉下說革命 沒有人出聲 扔狗屎還是扔炸彈 但其實很奇怪 你又回顧歷史 以前革命本身是一個紅樓 就是我們生活的一步 其實就是你想去改變一些現實 去令現實更加進步 本身就可以是一種革命 英文字解revolution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算國父講的革命 都是推翻舊有建立新的 有什麼難的 大家聽到革命兩個字 就好像紅水猛獸一樣 打到沉了 好 聯大還有什麼補充 或者說多一點 聯大的校訓 就叫做江藝堅卓 很適合當時的環境 所以江藝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堅強果敢 堅忍不拔 超絕出眾 以及卓耳不群 這個希望是 連聯大雖然沒有了 但是這個校訓 也可以讓後世的學者 作為一個思考的對象 也看到當時的負責領導的一群人 都很肯去幫助落實這個校訓 大家看到西南聯大這個學府 就是當時的國民政府 想不到最後一刻 不會用到那裡的年輕人去戰場 是 幾乎都要去到遠征軍時代 才忍痛地 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 是的 那個時候才開始 還有那個時候 我們上一集都說到 因為太多 因為美國的顧問 外國顧問來到中國 幫忙打仗 要跟外國人溝通 我們的軍隊 全部都不懂英文 很多翻譯聯絡官都在那裡找到 所以要號召知識分子上戰場 其實其中一樣 要跟外國的顧問溝通 否則要雞同鴨說 他們有差用什麼都幫我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十萬青年十萬軍 都有一個作用在這裡 根據這個校史 國立新人聯大聯合大學的 校史的統計 當時來說 好像是1941年 42年的那群學生 就是全級的學生 做了當時的翻譯官 幫當時的美國空軍 和他的顧問做一個翻譯 這個可以看到 當時的那些大學生 用他自己的所長 去為國家效命 這個是值得尊敬的 沒錯 我都要提了 剛剛第一節的尾 我們播的那首就是 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國 是 都讓大家聽聽 雖然我們 都感受不到 當時的那種 學校那種風氣 是 但是我們都 懷免當時 這個西南聯合大學 那種 在這麼艱苦 灼絕的環境之下 我們都孕育了很多 中國的精英 影響到後世 影響到現在 絕對有 新亞孫 中大 沒錯 有很多新生學子 都是因為前人的中書 後人就得到這個果實 好 這裡也呼籲一下 我們說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就是網友提出來的 是的 這樣的時候 就給一個很好的啟示 我們 其實如果網友不提 我們都可能會忽略了 西南聯合大學這個課題 也都想不到 它作為一個傳奇 是影響到我們今天 甚至乎香港這個地方 都能夠追溯到它的影響 是的 所以我就呼籲一下網友 如果有些什麼 想知道的 不妨就可以 給我們一個訊息 可以留阿賢 想我們講些什麼題目 我們盡量去找多些資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沒錯 其實我已經跟另一個團體 舉光文化服務中心 談好了 他們應該十一月之後 我就請他們一位上來 講泰北 泰北南文村 是的 究竟當時為什麼 雲南反共軍 從緬甸到泰國 到最後定居在泰國北部 二域的故事 是的 柏洋寫的二域 這一段其實都可歌可歌的 亦都很多很傳奇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都去過泰北幾次 也都知道裡面很多東西 但是畢竟就不夠舉光 因為舉光 由他第一年1975年開始 進入泰國北部 這個中國南文村 開始到現在 都成 應該八幾年的 都二十幾三十年 都很多很感人 還有捐了很多物資 錢 去改善 當地難民村的生活和環境 我們都 希望請到他們一位上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泰北金日 金色 是 金色是怎樣的 好啊 這個都 我也覺得值得提提的 好 記住先 我們找一天 找他們上來談一下 好 好了 由雲南西南邊 一回到香港了 對 就是我們的家園 香港這個地方了 好了 我們說說香港保衛戰 對 時間上差不多了 那頭 建立了西南聯帶之後 就輪到香港有危機了 對 對 香港一直以來 英國人覺得 只要在我們大英帝國的庇任之下 日本怎麼會打來才行 大家不用怕 澳門又覺得 也不會打來的 澳門真的沒有打到 中立了 報道說 甚至乎上海的租界 也當時還未被入侵 對 所以覺得 香港在整個第二次世界戰 或者東南亞的戰爭 就不關他的事 獨善其身 誰知道 好嗎 請兩位介紹 那就是1941年 我先說一點 其實這個 香港保衛戰 是由1941年 12月8日開始 直到1941年 即同年的12月25日 聖誕 當時聖誕日 是香港總督楊慕琦 簽署投降協議書為止 就停止了戰鬥 歷時18日 當時來說 其實香港 正如剛才的謝卿所說 其實1938年 廣州淪陷之後 到了1941年 其實都有三年時間 如果英國人肯去用心地 去重視香港的保衛防禦的話 其實絕對是有時間的 但當時英國人第一 看不起日本人 他當時有謠言 就說 日本人是不懂得晚上打仗的 所以一定晚上不會打來的 而且就說 日本人其實不是很厲害 為什麼中國打得這麼差呢 因為中國不肯打仗 這些傳言 其實看到就是 當時大英帝國的心態 看不起亞洲人 但是呢 在這段時間呢 他們又沒有很積極地防禦 所謂沒有積極防禦的意思是 他們一向都想著 日本人不會打過來的 話說回來 日本人又很厲害的 為了麻痺英國人那種對抗的意志 他們又在深圳地方 搞一些駐軍的活動 譬如在深圳邊境那裡 搞一些運動會 經常跟英軍說 我們不會打過來的 就令到當時英國的軍隊 就以為駐港英軍 認為說不會 沒什麼事的 所以在這個大戰的 即是抗戰的前夕 即是保衛戰的前夕 其實英國人都不相信 日本會打過來 所以當時香港的守軍 其實是十分複雜 所謂複雜的意思是什麼呢 不是很多受過正規訓練的 成份很複雜 是的 成份複雜了 種族也很複雜 人族也很複雜 有印度 旁遮浦 第十四團 第五營的印度軍隊 又有自己英國的炮兵隊 還有香港義勇軍 由本地香港人和英國人組成的義勇軍 還有從加拿大老遠派過來的 只有十九二十多歲的 是的 這群慘的 那群慘的 那群慘的 這群叫做加拿大派遣隊 其實這群人是值得我們提到的 因為他們在這場香港保衛戰裡面 在港島的保衛戰裡面 其實他們傷亡很慘烈 並且他們的領袖羅森准將 也是壯烈犧牲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當時的 香港保衛戰的一些配景資料 或者交代一下人數 當時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 開始侵入香港的時候 總數是39,000人 而當時駐港英軍是13,000人 而戰事結束之後 港英的軍隊有多少死了呢 死了1,200人 被敷的就是1萬多人 但是日本人死了多少呢 600人 可想而知就是 基本上駐港英軍的表現 實在是 他們真的很英勇 有部份 但是在整體的策劃 以及在整體抵抗的戰略上面 其實是值得很大的反省 其實不僅僅在香港 整個東南亞 當時那個 英國勢力的崩潰是非常之急的 新加坡也是很短時間失陷了 應該這麼說 因為英國人自顧不暇 英國都被人 炸到飛去 哪有空 過了這麼遠 一千里以外 所以他可能很早已經準備 第一時間向印度方向收縮 但是這樣 如果以戰爭論戰爭 攻擊別人的人 應該是傷亡慘重的 對 沒錯 守軍的當然沒有那麼嚴重的傷害 但是只要你想想 一千多人對600人 英軍是能打不打得呢 我也是很懷疑 而當時來說 是的 真的 當時英國來說 其實駐防香港的武器 其實是不差的 很優良的 但是落得這個下場 其實正好說明 當時來講 為香港捐區的軍人 值得致敬 但是那些領導人 英軍的軍官 就值得打屁股 其實補充一點 其實當時應該就是 如果我講錯一下 錢老師你更正 其實我也看了一些故事 當時在英國去到戰前的時候 對於日軍的進攻企圖的判斷 是很有問題的 沒錯 在很長時間那裡 譬如說 從三八年到四一年 四零年年尾的時候 他們都會古怪 譬如說日本人 他們會在海路 藉著海軍的火力力量 來掩護他們 是由海登陸的 所以很多的一些 設施 設施的工事都設在 沿海 沿海港島南沿那邊 或者李沿門那兩個棚 沒錯 結果令北面相對於很麻痺 沒錯 於是突然之間 他十月八日 兵分三路這樣撲過來的時候 根本其實 英國不是沒有準備 但是已經是說 開戰前 只有半年時間 才去想到這個可能性 然後才去著手應戰 結果就差很遠了 是的 如果大家看回 英國人 在當時來講 所佈防的防禦工事 其實今天可以見到 譬如說 很出名的醉酒灣防線 你計算一下 在深圳河 過到醉酒灣防線 其實等於今天沙田 其實整個新界 當時來講 英軍來講 抱一個放棄的態度 根據當時的歷史記載 當時日本軍隊 過來新界 其實要去到大埔 才有人開槍抵抗 其實是長驅直入的 醉酒灣防線 預算是頂著日本軍隊 是頂著兩個星期的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九龍半島頂著它的話 令他有傷亡 令到他的軍事補給 受到破壞 也令到他的戰意 有所損失 可惜醉酒灣防線 過一場戰役 打得令人失望 要講講這個人 這個就是當時的 駐守醉酒灣防線 是當時英國蘇格蘭的部隊 是皇家炮兵團 問題就是這幫人 他犧牲了 有部份 但是有部份的人 看不起日本人 這個防線 就被兩年的日本兵 從山下爬上去 展開鐵絲網 進去 接著就佔領了 鑽絲網 還有他們的防線 那些所謂 他們做了一個 前面架的機關槍 是 後面沒有路走 是 然後下面地下通道 都通了 是 結果日本人 就在那些通道上 燒火 是 接著煙就周圍通了 是 這樣就走不掉 在那些洞裡做守衛的 是 其實那些地道 是不是今天還存在 還存在 有很多行山的 就是法師 金山 城門水塘 是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 到地下的公市 裡面全部用倫敦的街名 是 沒錯 現在會上網 大家找到一些遺跡 很容易見到 十二月九號就攻香港了 但是十二月六號呢 楊慕琦呢 總督 還在這個半島開武會 就是在這裡 就是他 他根本就沒有 壓根而沒有想到 日本真的會打來的 大陸 如果真的打來的話 他還在半島那裡 碰叉叉 不是吧 但是十二月六號開武會 十二月九號就終於開 到八號那天 還有巴士 從新界開出狗龍 是 那些戰車追餘在後面 所以你說他真的想不到 日本真的打來的 是 他沒有想到 大哥 我們是中立國 我們怎麼會跟你打 你不會打我 我也不會打你 但是 日本仔 他要佔香港 這個已經是他戰略其中一個部分 沒錯 而且他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當時 在亞洲來說 最大的殖民的帝國 就是英國 你不打倒他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能夠搶到 他的殖民地的領土 所以香港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進攻點 兩天 如果我們看回十八天的戰事 其實九龍半島 只是前後四天 很短的 已經失陷了 九龍半島幾乎 整個維多利亞港幾乎 沒有了幫他做後勤運輸的能力 因為疏散也成問題 日本先派了幾十架轟炸機 來香港炸一輪 炸啟德機場 炸啟德機場 和深水埔的軍營 炸這兩個地方 當時停泊在啟德機場 有兩隻戰機 四架機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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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完一輩子之後 英軍基本上 香港就沒有空軍 沒有這個制空權 制空權 制空權就被日本人搞定了 就算讓你有四隻戰鬥機 使用去都沒有歸用 還有水綠 還有幾十隻 就是揭開了序幕 我們下一節就說 剛才有些網友說 說陳策將軍 我們會說 就算說陳策將軍之外 我們東江中隊都會說 裡面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好 下一節再見